一個一個圈,這邊要跳過 等到你圈完120天的話,要花很多時間 那這裡的話呢,你可以用什麼呢? 用workday WO,往下找 這邊的話,W WO,workday 那一樣,給它三個參數 star day,這一天 幾天呢?有沒有? day加s,有沒有? holiday,其實差別就在哪裡了 這個參數 那最後的話呢 會得到一個什麼呢?一個序列 這個序列的話呢,我前面講過 這個序列就是 跟1900年1月1號相差幾天的意思 那相差幾天是一個數字 最後如果說你要得到一個 這個日期的話,你必須要 格式化,才會得到一個日期 按確定之後 我們就可以得到一個日期 8月27 3月8號到 當然你可以改一下 比如這地方,這個 舊日期 我們改成1 1好了 這邊的話呢 就是8月23號 那這個日期的話 應該也是還蠻正確的 所以其實你們也可以算一下 比如說networkday 這個函數你可以算一下說 如果今年的元旦 算到今年的最後一天 再扣掉行政院人事行政局 總工時應該是幾天 你就可以算出 你應該這個 一年上班的時間 一年上班的時間 像有些人是算到 比如說你總共工作幾個小時 然後你的年薪多少 然後你身上幾個小時 得到你一個小時薪水多少 不過有些老闆會說 那你還要再扣 你還要再扣掉你那個 打混摸魚的時間 打混摸魚的時間 扣掉之後呢 你的就給自己加薪很多 有沒有 比如有人就是裝盲 或者是說呢 諸如此類的 那當然你們來上這個課 就可以提高效率 提高效率自然 你的競爭力也會比較強一些 那這邊的話呢 我想你就是試試看 把這兩個函數 把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那順便的話呢 有時間可以查 就是說呢 計算一下 比如說今年 或者是明年也可以啦 你可以看一下明年 跟今年的總工時 到底會不會差很多